创业英雄会 他们每个人都希望 能够做到这把投资签约以上 和投资人达成投资意向 而要想实现这个愿望 他们要经受重重的考验 在这里展示出最优秀的自己 他们能如愿以偿吗 让我们为他们加油打庆 祝他们成功 好 现在我们身后的12位投资人 已经做好了准备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12位投资人的到来 欢迎他们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 作为今晚的创业助战团的嘉宾 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他们是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淑薇女士 欢迎您刘教授 接下来欢迎盘石股份董事长 兼CEO田明先生 欢迎 创业英雄会栏目 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进步与您同步 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都知道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有很多的创业者 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新材料 比如书碳新材料 比如黑金石墨锡 那今天晚上 我们的创业者 将会带来怎样的新材料 这些新材料 会有怎样神奇的功能呢 让我们马上请出 今晚的第一位创业者 什么是泡沫铝 是在纯铝或铝合金中 加入添加剂后 经过发泡工艺 在金属中形成气泡 它就变成了一种 具有全新属性的神级材料 被誉为铝基新材料 产业桂冠上的明珠 它是金属 但是可以漂浮在水上 它是两清 钢步高 用它做汽车的结构件 可以减重一半 制造汽车的防撞凉 吸能能力是 普通钢凉的五倍 它还具有很好的 隔声吸声性能 可用在室内场馆 高架桥 地铁高铁吸音领域 可大大降低噪声污染 让你安静地欣赏 沿途的风景 泡沫铝作为新型功能材料 还可以运用在电磁屏蔽 均用防弹防暴等领域 目前 泡沫铝已经在发达国家 进行产业化生产 我国在泡沫铝的研究和开发上 岂不较晚 但是 今天 有人带着咱们中国的泡沫铝 来了 大家好 我叫聂刚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 泡沫铝新材料 作为外媒评选的 最具权力的十大新材料 泡沫铝的技术 长期以来为国外所垄断 经过我们长期的艰苦的钻研和产业实践 目前我们在产品 工艺和装备等诸多的方面 已经达到了国内先进 国际一流的水准 并且在很多的特殊的应用领域 甚至已经超过了国外的同行 泡沫铝是一种多孔金属材料 它具有 吸能缓冲 电磁屏蔽 吸音向噪 等多个优良的性能 在吸能缓冲方面 我们把泡沫铝 用在我国的长江大桥的桥墩 还有护栏的防撞 那么它可以成功地 避免车辆和船舶的通航 所造成的碰撞 在吸音方面 我们把泡沫铝 用于我们的城铁 地铁 以及高速公路的升平障 能够吸收我们日常交通 产生的大量的噪音 作为新一代的青年 科技创业 产业报国 是我们应有的追求 我们团队的使命是 要带领一批 有志气的年轻人 在祖国的土地上 有所作为 今天融资一千万 初上股权 百分之五 谢谢大家 欢迎铁钢 欢迎 欢迎 你好 从允德路演 大家可能第一印象 就是你带来的 这个泡沫铝 这种材料 非常的神奇 功能很强大 但是是不是真的 有你说得那么好 能不能现场 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的 有请我的小伙伴 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就发生了什么 就是高鹏高总 抢投成功 意味着高总将会 按照你提出的融资需求 满额投资 而且高总会直接获得 一个终极谈判的席位 感谢高总 非常开心 我比他更开心 因为这项目 我觉得就没有瑕疵 完美 非常完美 17年三千万销售收入 18年一个亿的销售收入 那明年就两三亿销售收入 而且这一个 这就叫所谓的硬科技型项目 没有理由不抢投 我找不出任何问题 聂刚 还是这样 我们来现场展示一下 下面我想 请一位我们的投资人 来见证一下 好呀 这样 我请华伟华总吧 华总的笑容最灿烂 请问一下华总 一块金属 如果把它投放在水中 那肯定就沉下去了 那您看这块金属 这是百分之百的纯铝 我想请您把它投入水中 我们看它现在 一直在漂浮在水上 我们把它叫做漂浮的金属 就是说它是一种 超氢型的合金 那我们来进行第二个演示 这里有一个钢球 拿掉一定的高度 把它这个落在桌子上 我们看会发生什么现象 好 开始 那我们看这个钢球跳了起来 对 您再用同样的高度 落在这个泡沫铝板上 我们看一下发生什么效果 它稳稳地吸浮在了 这个泡沫铝上面 那么这个演示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泡沫铝是一种 非常优异的吸能材料 第三个 这是一块普通的地砖 那么这个锤子交给您 那么您觉得这个锤子 直接敲在上面 那能不能碎 我砸的话肯定碎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泡沫铝 放在我们的这个砖上 您这个可以用力 好 我帮着您拿话 三 二 一 砸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瓷砖 就是为了验证这个瓷砖 我们把泡沫铝拿下来 我们请华总试一下 真的确定吗 确定 这次我得理得远 我们证明它是不是一块瓷砖 而且没识多大劲就碎了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撞的 一个这个吸能的一个材料 如果能做到现在这个水平的话 应该是很不错了 非常感谢华总的体验 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环节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环节 我看完的感觉 第一个 我感觉非常骄傲 我们国家能有新的材料 因为现在新的材料 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太重要了 第二个 我要祝贺高鹏 它的反应太快了 狡猾多端的高鹏 这次出的很有眼光 这个项目一看就是一个 学霸型的专业团队 12个清华大学博士 但我还是几个问题问一下 那你这个产品跟国际上 或者国内跟他们相比 你们的技术啊产品啊 应为优势是什么 我从一些侧面来说 第一个 知识产权数量 有一半以上的在我们团队 长江大桥的碰撞防护 是我们率先开拓的 目前还是独家 我们的冬奥会的体育场馆的泡沫里 是我们供应的 我们的人造太阳 这一世界最难的电磁屏蔽 是我们研发的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再做泡沫里 那么国外的产品它进不来 此处应该有掌声 我这个听了还是很正快 但我还得提第二个问题 你们这个研发技术 我不担心了 但是这个跑市场 跑营销 快速打开市场 你有什么样的规划计划呢 实际上您提的问题呢 反映了整个新材料的行业 所面临的一个共性的难题 那么做泡沫里的 我们把泡沫里做好了 然后我们把泡沫里 开发成产品 最后我们再去把泡沫里 给它装在奥运的体育场馆上 给它装在长江大桥上 这就叫一杆子到底 我做了那么多示范之后 我就退回半步来 让我们的城头成线 那么通通参与进来 让下游的利润和蛋糕 让给大家 强烈建议各位投资人 抓住机会 千万别让高棚占了便宜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项目 我们的志愿团的嘉宾 也是觉得挺完美的 其实这么一个好的项目 我觉得最重要需要 后面一个团队 一个小伙伴的支持 大家都知道 博士说是一般 现在年薪几十万 总要有的吧 但是聂刚同志 他只给人家 每个月发500块钱 然后500块钱 还干了好长时间 所以想问一下 聂刚你是怎么做到的 在这个创业初期的时候 我们把仅有的 一点点的这样的资金 我们全部运用到了 产品的开发和设备的研制中去 所以那个时候 在2013年刚刚起步 我每个月 我们只给大家500块的生活费 但是今天说到这个事 我感觉没什么 我觉得所有的创业者 首先必须是一个 至孙高原的人 他要有志气 他不能因为 眼前的一点困难 因为一点利益而动摇 所以有志气的年轻人 才能够穿越现实的困难 到达彼岸 那个时候呢 还有人问我说 聂刚 你带了这么多人去创业 这个万一失败了 对大家有什么样的交代呢 我当时就讲 我讲创业没有失败 所谓失败 就是在成功之前放弃了 失败是放弃者的借口 只要坚持下去 一定会成功 只有这么优秀的团队 才能带来今天的惊喜 你相信这样的团队 未来会创造更多的奇迹和精彩 马上进入投资谈判环节 好 场上的11位投资人呢 将会根据你们对聂刚 带来的这个项目的最初印象 来做一个表态 请表决 这恐怕是高鹏高总 最不愿意看到的景象 祝贺聂刚 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你这个产品 替代原有材料的成本优势 到底在哪 我们一个长江大桥 打四根柱子 两个同行的主桥墩 需要多少钱呢 需要6000万以上 那用这种材料需要多少钱呢 3000万 再换一个角度 我们目前把生产成本 已经做到了国外同行的三分之一 我觉得项目很完美 难得难得难得做对事情 但是我觉得项目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融资 我们需要的是 拿着钱的投资人 能够指导我们这样一个 年轻的团队 太棒了 这就是我的问题 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在产业的 到了这个体量化的运作的阶段 甚至要走向资本市场的阶段 我们希望得到一个 长期的指导和辅导 那我可以免费地给你指导 赵总 我给你泼点凉水 我说点实话 因为我看来看去 我觉得你们还是个科研团队 你们几个人 我相信可能也没有多少钱 公司的前期投资 是从哪来的 创业的前期呢 没有人认识这个产品 没有人 甚至很多做这个旅行业的 他都没有见过他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几位导师 把他们的一些积蓄 拿了出来 前期来支持我 去完成了这个 前面的中市线的一个建设 好的 那我们的交流呢 进行得差不多了 我想现在可能除了高总之外 其余的11位投资人 基本上可以做出 自己的一个决定和判断 聂刚 再重复一下 你们此次来的融资需求是多少 我们此次的融资需求是1000万 出涨股权5% 好 听我的口令 请出嫁 卧眼资本 袁淮东1000万 启迪之星刘伯1000万 亚商资本 于尾霞1000万 东林资本 区卫东1000万 起点创投 扎丽1000万 盛氏投资花卫800万 安隆基金赵春林600万 新隆卖资本 王宇乔500万 把掌声送给那个 竞争相当激烈 我呢投了不少新材料 我喜欢这个行业 是因为我基本投一个准一个 所以我觉得像你这种 要建立自己的品牌 在行业的地位 除了去做这个桥梁公务以外 要有居高 非常高的这种 项目 所以我有蛮多这样的渠道 我们有一个专项的新材料基金 他们呢可以直接供就军工类产品 我们除了在那个高效的背景下 有一些相应的产业基金 包括新材料基金之外 实际上我们在实业的产业上 也有一些布局 除了未来你IPO过程中 给你提供一些帮助以外 在营销和行业的经验上面 也能跟你分享很多的经验 我们来听听两位 助展团嘉宾的意见吧 选择扎丽先生 能够对你的企业的发展的 渠道资源和经营方式 都能给你非常好的建议 因为其实在圆怀冬和萨利之间 我曾经做过纠结 因为他俩的主头方向之一 都是新材料 都是从互补性啊 更多资源性啊 可能更多得分在萨总这边 高总有没有感觉到压力倍增呢 还行吧 我一直在想 我能给他带来点什么呢 以后我一直在想这问题 到现在还没想出来呢 我觉得上了千月以后 可能压力会比较大 但是我想说一个事啊 就他们老说我手快 我觉得这不是手快的问题 因为作为一个投资人 你要面对这项目 做成非常快速的反应 我们有些投资人 就反应太慢了 你像这样的判断 你就要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 对他进行全面的提点和筛筛 来决定是不是抢 你不是瞎抢 对不对 主要思维得快 好的 在其他几位出资的 这些投资人当中 你选择的投资人是 我听两位老师的 选择扎总 好的 那么恭喜扎力扎总 高鹏高总 进入下一个环节 这两位呢 向来是我们 创业英雄会的投资人当中 火药味最浓的两位 不知道你也刚会做何选择 最后的30秒钟的时间 还可以再给自己拉拉票 高总倒计时开始 我必须得承认啊 这个对新材料这个行业 我们投的项目确实很少 这实事求是 这个诚信嘛 但是我们旗下拥有两个品牌 一个呢偏向于军工行业的优势 一个偏向于材料的这种基础矿业的优势 我相信这个对你是有帮助的 再有一个呢 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 在跟你这个项目领域 我觉得贾老师只有比我更差 我觉得这项目很完美 但是呢在过程当中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困难 我们也去完美把它解决掉 你创业有梦想 我做投资有梦想 今天我觉得有缘分 我相信缘分 谢谢 这两位该怎么选呢 高鹏的对这个项目的判断 的准确和迅速 这是大家公认的 但是更重要的呢 经验这个方面 是需要有经验的人 给你弥补一下 我建议你选杂种 高鹏不要生气啊 这个票很纠结 我想了半天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投资人跟这个创业之间 还是有一个性格的这个互补性 我可能直觉感觉起来 可能这个性格团队配合互补性 我会把这个票投给大力 但是我也很负责人讲 这个抢头是高鹏 高鹏确实很有战略眼光 我特别佩服高鹏 这种 我也佩服 对 好的 谢谢 谢谢我们的助战团的两位嘉宾 反正是各有各的特点 当然大家 我们也拿起手中的投票器 给他一些参考 请投票 起点创投的扎力扎总支持率54% 厚持投资高鹏的支持率是46% 这是观众的选择 最终我们来看看聂刚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有请聂刚走到两位投资人中间 好 聂刚最后五秒钟倒计时开始 我的选择是扎总 再一次就换两位 一张财务报表竟能引发一场厮杀 刚刚简单翻了财报 每年利润一千多万 这个非常优秀的项目 报表其实反了它的现状 资产负债率持续保持着50%左右的资产负债率 那小卖部没有负债 进一块钱的货 卖一块钱的货 这是您喜欢的商业模式是吗 我接下来要请出的这位创业者呢 他的创业可以说一切都从零开始 而他本人呢 也是走了很多的弯路 最后才找到了技术路径 而且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 就是每出一款新的产品 他都会让自己的女儿和家人试验一下 那么他带来的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呢 我们马上请出这位创业者 你知道吗 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居住着一群特殊的生物 种类有上万种 数量更是有一万个之多 他们被叫做微生物菌群 我们体内的细胞 10%是人体细胞 90%是菌体细胞 我们体内的基因 2.5万个是人体基因 330万个却是微生物基因 人就是菌群与细胞共生的个体 像人类社会一样 菌群里有充满正义感的有异菌 有坏坏的有害菌 还有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中性菌 其中有异菌可以抑制外来致病菌的生长 合成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 促进肠道蠕动 调节人体免疫力 它们相互依存 相互平衡 组成体内最大的微生态环境 是维护人体健康的天然防线 随着生命科学的进步 科学家们已经开始逐步揭开菌群的神秘面纱 甚至还可以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 调节体内菌群结构 我们可以选择性地补充有异菌 抑制有害菌 这些能产生确切健康功效 发挥有异作用的微生物 统称益生菌 这个你一定很熟悉咯 大家好 我是杨玉红 今天我带来的项目是 异生菌的全端产业链项目 提起异生菌 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酸奶 但是异生菌可不仅仅是一杯酸奶那么简单 刚才短片中大家已经看到 异生菌是一个神奇的物种 不仅可以调节我们的肠道 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还可能与我们的肿瘤免疫 甚至糖尿病的预防 甚至与我们的肥胖等代谢类疾病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异生菌产品 大多数都来源于 国际上的一些进口菌株 这些进口菌株可以说 如果没有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些菌株资源 中国连一瓶合格的酸奶 都很难生产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填补异生菌的产原化空白 做中国人自己的菌种 2009年我们成立了 由13个硕士博士组成的 异生菌科技复华中心 开始了探索这件事情 后来又陆续与20多家科研单位 进行产学研合作 2013年年底 我们终于突破了 一生菌的产原化技术 生产出了第一批 高货力的乳酸菌发酵剂 并成功推向乳液市场 一生菌的产原化技术 我们得到了完全的突破 我们建造了中国第一条 乳酸菌自动化生产线 打破了欧美国家 在我国长达30多年的垄断 建成了目前亚洲地区 产能最大的高货力 一生菌全产业化产业化基地 目前我们可以非常荣幸地说 我们可以提供一生菌 从一个小小的种子 到终端产品的完整解决方案 也真正实现了 一生菌的完全产业链的国产化 生产出了中国人自己的一生菌 所以我对一生菌的事业 非常有信心 本次融资800万元 出让股权2% 希望有更多的有识支持 能够加入我们 助力我们的中国军之梦 谢谢大家 你好 杨栋铢 欢迎 欢迎 好高兴的 见到了一位女创业者 而且那么地干脆利索 雷雷风行 你生产的这个益生菌 有没有带一个食物来 有的 我今天也正好带来了 我们公司的一些产品 请我的小伙伴 把产品产上了 谢谢 今天带来一些 有代表性的产品 中间这一款呢 是发酵型乳酸菌 它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打破国际垄断的一款 酸奶发酵剂产品 这一包产品呢 它可以发酵一吨的酸奶 而且国际上的价格呢 应该是200多块钱 我们的成本呢 完全可以达到三分之一 这款是我们家庭常备的 一些亿生菌产品 它有这个 300亿的活菌 像这一包 300亿活菌是什么样概念呢 吃这一包 相当于喝300杯 酸奶的一个活菌含量 那刚才听到杨育鸿说 我们要做中国自己的军群 那现在呢 这一句话 已经不再是一个口号 而变为了现实 我们也特别想了解 在这样一个创业者的背后 有怎样的创业历程 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环节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环节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项目 我刚刚简单翻了财报 它这个净资产就1.4个亿 然后连续三年 每年利润1000多万 所以从这个方面讲 我想本身就是一个很优质企业 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菌种的生产工艺 到底跟国外的同行相比 你这个竞争优势 大概是什么呢 第一呢 就是我刚才所展示的产品 它的菌株来源不同 我们所有的菌株 全部采集成中国传统发酵食品 首先呢 它是我们中国几千年 饮食文化证明 这些资源是安全的 而且是健康的 符合中国人肠胃 对 第二呢 就是它的活菌数量不同 我们是从最熟的种子 开始研发 所以说呢 敢于去加这么大的剂量去添加 第三呢 就是执行标准不一样 我们目前所有的产品 执行的标准都是 即时性乳酸菌 即时性益生菌的标准 目前你们的生产体量 大概多大 我设计的这条生产线 年产能可以达到 100吨的活菌粉 现在市场的产品 是按客卖的 而我们目前 我们的利用率 还不到20% 那未来如何在市场开拓上 有更快的速度呢 所以现在我们进行 2B和2C的两方面的发展 2B业务是我们比较成熟的渠道 那么现在中国的顶级的乳业巨头 我们已经和三家进行合作 后续呢 在大食品领域 还有在大农业板块 大健康板块 所以今后这几年将是 益生菌飞速发展的一段时间 您这个就是益生菌的话 除了在国内销售 有可能那个出口吗 已经开始有一部分在出口 就是说发展中国家 东南亚和非洲 我想问一个问题 听说他们这个团队 还练就了一种神功 就是几天几夜不睡觉 我想问一下杨玉宏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要说几天几夜不睡觉 我想其实正常人都很难做到 但是我觉得当一个团队 面对一个挑战 去激起你的斗志的时候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克服的 那是2013年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一个订单 是一个乳业大客户 给我们的一个订单 要求在一星期之内 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是很欣喜 觉得这是一次挑战 也是一次证明我们的机会 但是经过我们测算 全体员工全上的话 可能七天七夜 才能勉强完成这个任务 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所有的员工 全体上 不分白天黑夜 从家里搬了一个床垫子 放在实验室里边 半小时躺下再起来 然后做一次测算 做一次数据积累 后来真的在2013年 那月24的晚上 大概是个年关之前 然后我们在寒冷的冬天 得到了一个非常温暖的消息 就是我们突破了活力技术 然后达到了客户的满意 而且客户也真的产生了 对中国群众的信任 由于这件事情 到现在还是我们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 我们也祝贺你们挑战成功 这个团队特别勇敢 勇于接受挑战 那接下来我们也共同来面对 来自投资人的拷问和挑战 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环节 那通过和创业助战团的嘉宾一番交流之后 我也非常想知道 现在我们厂上的12位投资人 对你这个项目的印象怎么样 请表决 好 谢谢 除了只有高鹏高总 一个人灭掉这盏灯之外 其他的11位投资人 都是很支持你的 这个我就简单说吧 刚才咱们助战团的老师说 报表挺好看 我恰恰觉得这个报表 其实反了它的现状 你看这么样一个经营指标的企业 资产负债率持续保持着 50%左右的资产负债率 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在这么样发展的过程中 它对现金流控制 对整个企业负债率的控制不住 说明它在产业链上的话语权不够 而且这次开出的股权又很少 只有两个点 这样的项目 我一般不太感兴趣 就我投了 你得拿着我钱白玩 我也说不上话 对吧 这个高总 我想问一下 您能接受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多少呀 难道企业没有负债就是好的吗 那小麦不是没有负债 进一块钱的货 我卖一块钱的货 这是您喜欢的商业模式是吗 资产负债率的问题 可能没有那么的重要 但是高鹏说的这报表不好看 我是赞同的 赞同的原因就在于 这三年并没有一个指数级的 非常陡的一个增长 可能很多投资人都喜欢看到 特别陡的曲线 然后你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企业 但是我可能并不这样认为 就是我觉得更稳的企业 可能是更有存在价值的企业 做了这么多年时间 一直是不求快 只求稳 是不求大 只求精 虽然没有在大的业绩上那么翻番 但是我们一直做产业的布局 做科研的投入 做我们基本功的扎实 在蓄能之后呢 我想在市场到来之际 我们会乘风而上 会有大的冲刺 是这样的 杨总 你表达得非常好 所以我现在不晓得这公司 你们这个董事长 这到底谁是这个公司的主持人 是你还是他呢 当然是我们的董事长是主持人 但是我们公司还是比较民主的 我想既然让我走进这个舞台 肯定是我有一定的发言权 才会到这里来 假如说随便举个例子 我们凑过两千万投你吗 对吧 我们要扫拿点对吧 咱们两千万拿百分之四十 咱们那个两千万拿百分之二十也行 你出来帮我干 我想我们所有的高管 可能都不会这么干 你不用马上回答我 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有企业的精神 有关这个项目呢 我们也了解得比较充分了 有请杨宇宏也在 给我们回顾一下 你今天来到这里 你的融资需求 是多少 我的项目融资是八百万元 出让股权百分之二 好的 那现在依然有厂上 十一位投资人为你亮着灯 看看这十一位投资人 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投资人请出价 新龙卖资本王宇乔600万 雨林资本李侃500万 AC加速器徐勇500万 华领资本刘涛400万 亚商资本渝外霞400万 安隆基金赵春林400万 杨宇宏 你想听谁的 公司不错的话可以继续往下看 不一定就百分之二就拉倒了 我觉得刚才高鹏高总上来就抨击你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够完美 但是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创业者 在起步的初期他的企业是完美的 创业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希望我能够陪企业走过去吧 我觉得在把原有的经销商的渠道 包括新的2C的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做起来的话 很有可能在2019 2020年有非常更好的一个增长 其实刚才几位投资人把我的心里面的想法 甚至一些疑虑也都基本上都陈述过了 对这个项目本身代表的方向 以及未来的成长 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 非常喜欢这个团队和这个公司 从以上六位出资的投资人当中选择两位 进入接下来的终极谈判 我想听一下老师们的建议 第一个选宇乔 因为他从一开始对你的项目就非常的积极 非常的有兴趣 再加上女性对益生菌这个项目有天生的兴趣 还有一个我想选许总 第一个肯定是宇乔 第二个我觉得投给宇林资本的李侃 我这时候提个醒 我觉得杨总你思路不够清晰 我必须要点心你一点 就是现在对于企业现在最需要的什么东西 你们在之前 在上一次做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时候 已经步子跨得太大了 所以你刚刚自己提到你们那个设计产能 你现在只做了不到十分之一的量 那刘总听您的意思是您有市场渠道 我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说了 能说得具体点吗 因为我们是做大健康领域投资 所以我们对医生菌这个领域 包括药品这个领域我们还是很熟的 好的 那杨宇宏现在你要做出决定了 选出两位 还是很困难的 我选王总 花灵的刘总 又是一个逆袭 好 那我们就恭喜王宇乔王总 以及刘涛刘总进入下一个环节 马上进入终极谈判环节 刘总倒计时开始 其实这个只是代表一个估值 其实不差那一把还是两把万 但是最关键我觉得对于企业 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来说 你一定要搞清楚你需要的投资人 能够给你带来什么 如果你认为这个投资人需要给你带来 在产业 在市场 在渠道方面 给到你最精准的资源对接的话 选王 谢谢 我们能给的资源是什么 我们的LP就是我们资方里面 有多家这个上市公司的食品企业 还有医药的这个代理销售企业 我想可以直接带领你的产品 或者作为这个采购的这个 这个原材料 另外呢我们在零售业有比较多布局 包括两千多家的这个便利店 如果你们有成熟的产品的话 我们在这个2C端也有销售的渠道 谢谢两位 哇 这一回掀起来又要动动脑筋了 在他们俩当中该怎么选呢 那么在刚才的那个表述当中呢 刘涛能够提供的 雨桥也都能提供 雨桥的出价呢比刘涛高 那么呢当然是选雨桥 如果刘涛也能出600万的话 有可能会把票投给刘涛 因为他们那个基金比较擅长投那个 医疗健康生分科技的 谁叫你钱出得少 人家雨桥不仅钱出得多 第二还帮他把产品卖给上市公司 毫无犹豫 脱个雨桥 我们再来听一听现场观众朋友 会给出什么样的意见 你会选择谁呢 请投票 王总的支持率是66% 刘总的支持率是34% 看来真金白云还是最有力量的 走到两位投资人的中间 去感受一下他们的气场 来 邀请 最后倒计时五秒钟 现在开始 我选择王总 好的 恭喜两位 由衷地祝贺两位女同胞 好的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祝贺 英雄塑料侠能否承受住市场的考验 钢铁都已经卖到这个白菜价了 我不知道市场需求到底有多大 销售的难度会超过你的预期 钱容少了呢 不够 刚才要是能砸一下那个塑料侠 就更刺激了 如果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是钢铁更结实还是塑料更结实 是钢铁更耐磨还是塑料更耐磨 你们会怎么回答 这还用问吗 但是我们今天要请出的一位创业者 他带来了一种新型的塑料 他说他的这种塑料比钢铁更结实 比钢铁更耐磨 真的会这样吗 我们请出这位创业者 公元2018年 钢铁侠因为过于浪费能源 被环保组织抵制 钢铁侠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四处寻找更加节能环保的产品 代替他的钢铁盔甲 就在此时 在中国的湖南 一位全新的超级英雄 横空出世 他用塑料代替了钢铁 让世界更加环保 让和平更有质量 他就是塑料侠 大家好 我就是塑料侠 陈如意 今天我带来的项目是 超强塑料 随着环保问题的日益凸显 许多与钢铁相关的行业 都面临转型升级 比如说钢铁侠 就是因为过于笨重 浪费能源即将被超级英雄组织开除 今天我塑料侠就是来拯救它 拯救地球能源的 大家看我全身上下都是高性能低密度的材料 这是一种可以替代钢铁的超强塑料 它可不是大家所认为的普通塑料 它是利用碳纤维 玻璃纤维 尼仁等集体素质 通过特殊的加工艺复合而成的 整个过程属于物理反应 没有污染 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轻 如果钢铁侠放上我这身装备 它能够减轻至少100公斤 同样的电池 它奔跑100公里 我能够成比例 比它多跑10公里 如果变成燃油汽车 我的燃油效率可以提升8% 钢铁侠如果遇到大雨 它的一些钢铁部件就人一身锈 一磨损 如果放上我这身装备 那么就不用这种担心了 就连大草原上面的光布发电导轨 都用了我这种材料 一辈子都不担心日晒雨淋 作为一线级别的型男 如果我不喜欢这样的装备 那么我也可以将它重新溶造 整个加热温度不会超过300度 而钢铁侠就不一样 没有1000度的温度 它根本融化不了 与同行业的塑料相比 我们的性能提升了25% 占据了国际领先地位 同时我们的价格下降40% 实现了进口替代 辖子大者 为国为民 在这创造全民低探的时代 我塑料辖要做的 就是运用这种创新精神 创造 环保 绿色家园 现场的各位投资大侠 您只需要出资1000万元 就可以赢有8%的股权 让我们一起来创造 绿色美丽家园吧 谢谢大家 你这身装扮得太酷了 欢迎你 欢迎你 我得管你叫塑料侠 是吧 还有没有一些现场的体验的方式 让我们再次现场 亲身地感受一下 你的这种塑料 好的 请允许我下去 换成装备以后 再来解答你 好的 好的 今天我带来了几个实验 想证明一下 我们的材料强度 究竟怎么样 首先是有一个小视频 请观众人也帮我 播放一下视频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利用我们超强塑料 与同行业塑料的一个 受压力的一个对比实验 将两种材料做成标准样条 放在相同的实验室 同时进行压力的一个极限测试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同行业的塑料 当它的压力是零兆帕 上升到146.5兆帕的时候 普通塑料就已经断裂了 那么这个压力相当于30个人 站在上面所产生的压力 而我们的超强塑料 它的压力还在不断增加 当压力达到402.5兆帕的时候 我们的超强塑料才发生断裂 那么这个压力相当于90个人 站在上面所产生的压力 而通过这个实验 那么证明我们的这种超强塑料 是普通塑料的三倍 感觉确实很强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我还准备了实验 更直接一点 那么我想请在场的投资人 有兴趣的话可以算了 你说吧选谁 袁总 好 我们就掌声有请袁总 首先要给您介绍的 这个是汽车车轴 上面用于保护车轴的一个金属 然后帮我称一下重 挺重的 差不多两公斤 这是利用我们超强塑料 做的相同的部件 那么袁总您再吃一下 二两吗这是 四两 0.2公斤 0.2千克 它减重幅度达到了90% 那么您看我这个材料 又薄又轻 那么它的强度怎么样呢 我把它放在地上 袁总你敢不敢沾上去 哇 可以 我体重150斤 我们再来一个更刺激的好不好 那么另外一个实验呢 这是我们用在火车上面 它是车轮横梁与车厢 连进部位的一个件 那么究竟它的抗撑击强度怎么样 那么我们也来转集一下 模拟一下 林总 哎呦 刚才要是能砸一下 那个塑料下就更刺激了 我得用点劲啊 好 哇 您使全力了吗 没敢使全力 我再试一下 您可以两只手同时用 我们再来看这个件 刚刚经过袁总使劲砸了以后 它的表面没有任何的痕迹 我们这个材料的抗撑击性能 非常的好 那接下来就要对这个项目 其他方面做更加深入的了解 好 有请袁总回到 我们的投资人席位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环境 刚刚怀东也测试过 品质确实非常好 但看到这种新材料 看到鲁一做出来 就还是很自豪 是吧 中国人这种创新啊 精神正在不断地提升 但我想还提几个问题 就是现在这个钢铁 都已经卖到这个白菜价了 所以我不知道这种 像这种新的强化数量 这个应用市场需求到底有多大 我们到135目 整个对于新材料的一个市场需求 超过5000万吨 它达到一个万一级的一个规模 我刚刚想到一点 你这个做汽车零部件 我看了你很多用途 但我想问一下罗宇总 你现在有没有跟一些汽车厂商 或者以出代刚的一些工厂 合作的一些案例有没有 有的 刚刚在现场演示的那个圆圈 它就是汽车轴的一个冲套 也是我们公司成立以来 第一个与汽车厂成功的一个应用案例 当时我记得做对接的时候 光上到测试就经过了三轮 也就是说30万公里的一个上到测试 整个周期相当长 那么幸好正因为这样一个 汽车上面的一个应用案例 让我们坚定了在汽车领域的一个 以速代刚 我觉得很了不起 我对这个项目非常看好 在国内的来说的话 有没有比较强大的竞争对手 如果是指塑料呢 在国内还是有很多 做塑料颗粒加工的 但是达到我们这一个性能的 确实很少 那么我们目前做的 第一个是填补市场空白 第二个就是汽车进口 就是为了打破国外的这个技术壁垒 我们的材料确实能够达到 甚至超过国外品牌的 一个材料的性能 这其实我觉得我们 剧传团嘉宾的一连串的问题 也帮助陈如玉表达出了 更多这种新材料优秀的特性 那接下来我们的投资人 会对哪方面感兴趣呢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马上进入投资谈判的环节 一起来看一下投资人 对你这个项目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投资人请表决 好 在表决过后呢 厂上依然有八位投资人支持你 有四位选择了灭灯 因为超强塑料 这种材料近两年还是比较火的 然后竞争对手在出现 关于塑料 做塑料的这个企业 现在很多家 但是特色化的 甚至能够赶超国际水平的 这样的一些行业的一些生产厂 还是比较少的 另外的话 我看核心的技术研发 包括发明专利申请下来的 这个数量还不是很多 我公司是15年存立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 申请的发明专利是25项 已经收取了16项 我们在19年还会有将近五项专利 发明专利会实际授权 这里面有碳显微作为一个添加剂 但碳显微这个 基本上还是要依赖进口吧 目前我们碳显微正在做的就是国产化 你自己做碳显微 不是 用国内的碳显微 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材料的性能 在尝试这个事对吧 已经到了中式阶段了 跟你的竞争对手比 你的这个成本大概比它低多少 比它低了40%左右 你说你300万的研发 然后做了一年 得到完全替代 这个是我一个比较大的疑问 创业的时候呢 并没有把这个核心定位于 乙素带钢青年化这一块 主要是其中有一个客户吧 他提出了一个需求 在高温水煮的时候 我这个尼龙材料 它的性能保持率 要达到85%以上 那么也是得益于我们的首席专家 整个团队发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周业不停 40多个工艺组合 300多个配方实验 甚至还超过了它的要求 达到了90%以上 正因为这样一个技术的突破 也是我后面决定 做乙素带钢青年化的一个基础 从财务指标上就是 这个预测你有基础吗 就是有实际的订单吗 这个一下子有四倍左右的增长 有的主要是汽车厂的一个批量 然后还有我在温级领域的一个乙素带钢 那现在我们再有请陈如意 给我们再陈述一遍 你今天的融资需求是 我今天的融资需求是1000万 释放8%的股权 这是他的需求 那投资人会不会给他一个满意的出资呢 现在有请我们厂上的八位投资人 请出驾 卧眼资本 袁怀东1000万 亚商资本 余伟霞800万 起点创投 扎利800万 东林资本 区卫东600万 安隆基金 赵春林 500万 还是挺不错的 袁总刚才上来亲自砸了这个 不是白砸的 这几项你看一下子出了1000万 因为这个领域呢 我们看的项目也比较多 它加工的这个环节 已经能够实现这个自动化了 那我觉得为未来的这个规模化量产 应该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最后就选择这个满额投资 因为我投过这个领域的项目 第一其实我特别强调的就是销售问题 其实销售的难度会超过你的预期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很大的风险是原材料风险 可是你下游的溢价空间是很小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 就是你要把毛利空间要留得足够大 那所以你看现在呢 是哪两位能够进入到终极谈判 我想请袁总和余总 好的 恭喜两位 有请袁总和余总进入下一个环节 马上进入终极谈判环节 袁总有30秒钟的最后拉票时间 到几时开始 如果拉票的话 钱多这是第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呢 是我们主投新材料的这个领域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在下游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呢 我们也投了一些企业 那未来可以直接给你导入这种资源 因为新能源汽车这个客户的这个导入周期 还是比较长的 所以在这块呢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些便捷的资源 我们有个专项的新材料基金 然后也投了很多汽车零部件相关的产业 所以你的这个上下游 你的原材料的上游 和你的加工的下游呢 我们都有蛮多合作伙伴的 可以给你提供比较好的支持 第二个我讲了 就是这个领域我们一直投 所以我们对这种企业呢 它的成长路径和它成长过程当中 会碰到的困难 非常了解 所以我觉得能够比较好的 跟你去分享这些经验 谢谢 听听两位老师的意见是怎样的 帮你做一些思考 肯定是选择原种 因为它那基金呢 是组投新材料的 再加上呢 它的出资是最高的 已经满足了你的要求 和刘老师高度一致 钱多加上就是组投 专投这个项目的 肯定投淮东啊 好的 谢谢两位给出的意见 我们听听现场观众朋友 他们会给出怎样的意见 请投票 观众的选择 跟我们两位这个助战团嘉宾不一样 宇总 她的支持率是54% 而袁总的支持率呢 是46% 那陈如意还是最终自己拿主意吧 有请陈如意走到两位投资人的中间 五秒钟过后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什么 好的 陈如意最后做出决定的时间 倒计时五秒钟开始 时间到 那陈如意你今天的选择是 我相信娘家人的选择 选择原种 好的 恭喜 恭喜 也非常感谢宇总 给我们创业者的这么肯的建议 谢谢你的支持 好的 再次祝福两位 祝福你们 在今天晚上呢 我们又了解了三个非常精彩的创业项目 认识了三位非常优秀的创业者 而且让我们感到非常开心的是 三位都是满载而归的 当然如果你有这样的梦想 有这样的需要 欢迎你来到这个舞台 因为在这里我们会提供给你最多最好的资金 以及资源方面的支持 除了传统的报名方式呢 您参与的方式还有现在非常便捷的手机端的报名渠道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栏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在报名的页面填写所有的相关信息 就完成报名了 希望在每周五晚上的21点48分 我们都能够准时相约 中央地势台财经频道的创业英雄会 好 最后我们再一次分享一下 各位我们的老师还有投资人的 他们的精彩观点 在本期的项目当中 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个项目呢 理由是什么 我印象最深的那是泡沫铝这个项目 但是有一个感想就是 一帆风顺是幸运 但经历挫折更有可能成为王者 泡沫铝新材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 益生菌产业链这个项目 生物技术一直是中国比较匮乏的一个产业 那我们投资人希望把有限的资金投到 更有发展前途的产业里 我个人比较喜欢益生菌的这个项目 这个团队非常优秀 有研发 有制造 有销售 一个稳健的团队 印象最深的还是益生菌这个项目 因为尽管市场上类似的项目很多 但是他们可以做到自己研发菌种 所以这个我觉得做得很扎实 泡沫铝新材料和超强塑料 都是非常优秀的项目 我们现在已经在很多加工制造领域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个国家了 但是在新材料领域我们还缺乏很多 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而材料的强大才是真正制造业强大的基石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泡沫铝新材料 它代表着中国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最深刻的是涅钢的泡沫铝新材料 我觉得一群拿着500块每个月的 清华大学学霸型创业团队 无论是技术产品团队还是研发实力 创业机器人都是值得感动 这个项目 我们下期见